1月10日上午,美国当地时间,中国商用车领军企业一气解放与四维图新的CES国际消费电子战期间,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,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,以商用车导航及高精度地图为核心, 围绕车联网平台、车贷智能硬件无人驾驶等领域,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至此, 一气解放哥伦布智慧物流开放计划,又迎来一个新的伙伴优势互补, 生态共建根据协议双方将结合各自优势, 共同打造涵盖智能车联网终端、应用、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的商用车车联网服务整体解决方案, 四维图新将充分利用旗下的各种资源,参与一气解放车联网服务运营, 与生态圈各方共同挖掘商用车大数据商业价值, 参与建设、维护和持续优化解放商用车生态圈建设, 进一步提升一气解放和四维图,新在各自行业内的影响力与竞争力, 为彼此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, 并以共同推进解放智慧物流生态圈建设, 打造供应商用车商业联盟而努力, 顺势而生澎湃前行2018年11月, 一气解放第七百万辆解放卡车荣耀下线七百万的跨越, 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和壮大, 作为中国商用车领军企业, 一气解放始终依托领先的技术研发, 强大的数据资源和产销服务网络, 持续引领中国商用车行业参与国际化竞争, 面向汽车行业电动化、智能化、网联化、共享化的发展新趋势, 一气解放率先瞄准互联网加物流深度融合发展, 在2019年将实现全系主销产品百分之一百标配车联网系统, 并积极实现自动驾驶技术落地、智能车辆开发, 及运营和智慧物流生态建设, 向着中国第一,世界遗留的智慧, 交通运输解决方案提供者澎湃前行, 合作共赢富能发展一气解放董事长胡汉杰, 在签约仪式上说道, 四维图新是中国优秀的位置服务, 与智能汽车科技提供商, 其在数字地图优势基础上, 逐渐扩展成为涵盖从车联网、 大数据、芯片、 算法到无人驾驶整体解决方案为一体的智慧交通出行方案提供商, 其发展之路值得敬佩一气解放和四维图新的合作, 始于2017年经过两年多的合作, 无论是在车联网还是在高精度地图, 双方彼此都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基础, 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用户口碑, 希望能通过这次签约加深双方的合作, 为解放用户带去更多价值, 为中国物流行业的智能化发展持续赋能, 以高品质产品服务赋能行业客户与合作伙伴,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使命, 四维图新CEO成鹏, 说到一气解放领导中国商用车行业六十余年, 这份坚守和持续创新的精神令人钦佩, 希望四维图新的车联网产品解决方案, 能助力一气解放焕发新的活力, 为用户带去价值, 并共同务实开展车联网大数据挖掘, 与L2L4商用车自动驾驶研究落地, 做商用车行业数据智能革命的排头兵商用车, 作为重要生产工具, 使国家经济发展的血脉, 有效解决驾驶安全, 油耗消费驾驶员工作强度等问题, 既关乎整个行业的发展, 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, 一气解放携手四维图, 新以车联网思路, 直面用户, 刚需以建设智慧物流生态赋能新物, 流企业和用户以数据智能, 自动驾驶建制商用车行业终局未来, 双方还将携手升级整合以快速响应, 体现价值和注重体验, 为目标, 引领中国商用车行业发展新篇章。